威勇老師 3月營收公告大增的股票 不是反而應該大漲嗎 怎麼反而下跌 不不不 我告訴你 利空出現下跌的股票 反而是一個波段大漲的開始喔 難道這個叫怕等手骨等到用嗎 可是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沒關係 今天的節目我告訴你 我一定要收看 要幫大家精準掌握趨勢 快速累積財富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每天都要準時收看喔 股票市場千奇百怪 見怪不怪 大家好 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哇 太棒了 因為台股很強啊 所以我們台股怪談呢 希望說帶領大家持續掌握台股的賣動 邀請大家記得加我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GP520 每天早上我都會整理豐富的這個美股資料 在台股開盤前跟大家分享 當然台股上了2萬以後 怎麼樣就是跌不下來 這麼強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蘇威元分析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陳諺教授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威元老師說實在的 每次來你都肩負了這個禮拜五的一個重任 肩膀有沒有覺得越來越重 不過你肩膀比較厚 這個厚實啊 我跟你講厚實的男人是最值得依靠 這個真的是 靠得住是晚上要去買的那個沒有 好我們節目一開始 先跟大家 預告一下你今天要分享 什麼樣的一個投資機會 好那我今天會跟大家講 從第一個美股的方向 最近這個美國的超級財報週 也即將開跑 所以呢其實帶動了很多相關的 美國股市的個股的一個表現 那接下來我想 AI的一個科技股 包含這個尖牙股相關的個股 其實我們今天都會跟大家來講 那以及呢從 從這個巨人肩膀上面去看台灣的話 那我們台灣有什麼相關的投資機會 再帶到說 其實啊現在這個時間點 剛好三月份營收 營收公佈 對都公佈完畢了 那三月份營收 格外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就可以去了解到說 接下來第二季的投資機會會在哪裡 都是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要跟陳燕教授 跟大家來做報告的 好因為人家說小小朋友是三歲看 看他三歲就知道長大會怎麼樣 三歲定生死 三歲定一生啊 三歲定一生啊 三歲定一生 那所以 欸這樣聽起來好像今年 三月營收好像會定今年的一個狀況 不能輸在起跑點 哎呀我覺得是太棒了 就是因為很少人能夠整理這麼完整的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因為我們現在節目喔 其實分析師現在很多都不敢來了 因為我們都要求說來我們節目 你一定要專業 你當然要準備豐富完整的資料 而且要經得起考驗對不對 好先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 因為剛才我以為一開始就講到美股 好那這幾天我覺得美股也是 欸晃得很厲害 對CPI公佈就大跌 沒錯 結果PPI公佈就大漲 為什麼我跟各位講一下數據好了 三月CPI年增率2.1 可是預期是2.2 剛好跟CPI相反 CPI是公佈比預期來的高 結果PPI是公佈比預期來的低 那月增的情況也比預期來的低一些些 大家就覺得說你物價最上游的 這個這個盾售物價這一塊 或是生產者物價這一塊 如果有降溫未來物價應該就會下跌了吧 對不對 那所以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美股又大反彈 然後包括科技股 幾個表現都不錯對不對 科技股的部分 真的 你看以蘋果為首開始 那這個部分你覺得 關鍵是不是真的就是通膨 對我覺得當然這一次 我覺得不管是CPI還是PPI 到最後公佈我其實市場上面 最後都好像把它解讀成利多 有這種感覺 本來像CPI先殺下來瞬間又彈回去了 然後PPI覺得好像不會漲結果又噴了 對就有這樣子的感覺我覺得這個資金效益 真的是非常的明顯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波的一個美國相關的這個 權重的這個科技股 比如說指數的這個五天王 像蘋果這個Alphabet 然後亞馬遜微軟跟這個Meta 臉書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4月11號的時候 其實在昨天晚上這個美國的NASDAQ 長的比重相對是比較高的 對 長了2點多個% 長的比重比較多 那包含誰 包含像蘋果長了4.33% 那Google的這個母公司 Alphabet長了2.09% 亞馬遜也長了1.67%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關鍵當中 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 AI還是AI 真的這個產業不管 繞來繞去 你會發覺 看到最後 默然回首 那人還在燈火燃散出 還是AI 還是他對 看來看去 從這個地方來看 因為包括這兩天我在看 不管是每股先跌再漲 其實有一檔股票 就是台積電的ADR 其實這兩天的表現 都是很強勁的 對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不是跟接下來法說 會有大力多有關 魏遠老師 我不好意思 我 這個很硬的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有辦法 在18號之前先告訴我們 有什麼大力多 好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去講說 這個 資本支出的問題 當然這是一個 可是我覺得 這個 幾乎是對台積電來說 幾乎是這個十拿九穩 其實我覺得大家最近 可以去注意一個消息 也就是說 但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中國那邊 華為有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要挑戰5奈米的技術 挑戰5奈米 現在台積電不是要進2奈米 對2奈米3奈米 那這個時候華為說他們也要做 做這個先進的一個製程 然後呢 不需要靠艾斯摩爾的機台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對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 要能夠做到很難 很難 對因為他們可能做得出來 因為他們會靠所謂的 多重曝光的技術 能夠做到 但是量率會很差 然後呢成本會很高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就是外資 其實聽一聽啊 所以一直調高台積電目標價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所以回過頭來講 那既然華為都做不出來 誰做得出來 當然是台積電 台積電 先進製程又強 然後量率又高 成本又能夠壓得相對低 對 所以我們看到說這一次 各大的一個外資的報告 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像野村 花旗 摩根斯丹利 摩根大通 大小摩 那以及呢這個美齡啊 將這個台積電的目標價 其實都調得很高 包含像 喊到最高的就是野村啊 目前野村哦 975 975 已經朝這1000塊賣進 那大家 一定會想這1000塊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就差25塊 他就講1000就好了 對那我們就來講1000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 就差25塊是怎樣 對不對 何必何苦呢 對不對 這個重則大任 就由我跟教授來講 沒問題 好不好 那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台積電2024年 不管怎麼樣就是 38 賺38到40塊的EPS 對 那其實我們看 呃本益比跟他25倍一點都不過分嘛 那我們用40塊 25倍 那其實1000塊 我覺得 其實喔 真的我們我們的專業度都不會比法人差 特別是這個陳贏教授 我來幫他跟他討價 我是領先在法人前面 真的 因為他們都看我的節目 而且他們都交我的LINE收訊息 好沒有 我會邀請大家 對 當然我特別想到 這件事情 因為魏遠老師其實是 上上個禮拜 對 對不對來嘛 因為魏遠老師講的我特別有印象 他就當時也是講台積電 是 特別提到這個 設備 哇 亞翔 對不對 我知道最近這個 相關的股票表現都很強悍 沒有錯 那我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 3月21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跟大家來報告 其實上 陳贏教授的節目 3月21號 對壓力很大 當然啊 壓力三大好不好 我們有默契 壓力三大 來這邊沒有三兩三整感 上兩三 真的齁 3月21號 那那個時候呢 跟大家報告這個 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然後他也有 ETF的概念 對 對那包含 00940 00944 都把它納入為這個 主要的成分股 那這一檔 6139的亞翔 也是台積電 相關很重要的這個 設備的供應廠商 包含像無城市 以及相關的基電設備 那這個都是由亞翔做一個這個 呃 呃承包的一個動作 那原理上亞翔從這一波的行情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其實已經漲了77% 77%算保守 今天還不函喔 今天函下去就九成了 如果把今天也算進去的話 那很可怕 就已經九成 那個空間 真的非常之大 那另外一檔 而且重點是這過程中還沒有 大回檔 對 這種股票是hold得住 對他就一路上去 其實你中間齁 都不會想賣 為什麼因為 沒有機會賣 稍微回檔一下 你可能會怕 可是這股票齁 對不對 就像這個陳彥教授常常 永遠不回頭 七批啦 對不對 永遠不回頭 一路往上飆飆飆飆飆 一路向北 那當然不管怎麼樣 這個我想 觀眾朋友都有見證到 這個已經將近七到九成 然後上次還有 談了另外一檔 這個銀廣 銀廣就隨陽帝 欸隨陽帝 隨陽帝是楊廣 楊廣 可是我以前考試都寫銀廣啊 你管我啊 欸不行喔 難怪我每次考試都沒過啊 因為我都寫錯 好 對對對 因為這個追陽帝好像下場不是那麼OK 欸欸欸 好像沒有在 反正那是陽廣啊 不是銀廣 不一樣不一樣 好我們講的是銀廣好不好 銀廣這一檔個股其實 就是我們當初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更早了一個禮拜 3月15號 就是在亞翔的前一個禮拜 是要節目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都沒動啊 然後一口氣也是漲了4成5 所以這樣的個股當中 我們當然會從營收的角度 那以及相關籌碼角度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呢 3月份的營收 真的很重要 他會去帶動接下來 第二季 有一些所謂的黑馬股跟倍數的漲股 可能就會出現 好所以你看喔 每次我們來賓來喔 非常用心整理這些資料 都給大家帶來非常大的一個驚喜 而且重點是 實質受惠啦 我講這個很重要 所以 今天等一下我們廣告回來 因為薇源老師他要談的是營收的部分 對 而且他從營收去觀察的角度 跟別人很不一樣 我這一點我要真的特別強調 所以先加薇源老師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MOR1888 等一下廣告回來 我們再去討論一下 到底從營收這個部分 怎麼樣抓出未來非常有潛力 大幅度上升的一個股票 好不好 廣告回來後繼續討論 好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歡迎大家再度回到台古怪談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蘇維元分析師喔 那大家可以先加他的line 小老鼠MOR1888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帶來的這份資料 其實非常的棒 為什麼 他講說 啪骨手骨 電動用 這個不得了 他把台語完全可以翻成中文字 然後我們還能夠念得出來 這是厲害的 那因為大家都很關注的是3月份的營收 認為3月營收可以從這裡面找到 營收大漲的股票 可是 魏維元老師的意思是 怕等抽股等到用的話 那是營收不好囉 是 反而有機會成為標股 這個 這個邏輯我們不理解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請魏維元老師 先 簡單的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3月營收很重要 好那3月份營收其實大部分來講 根據我們過去法輪的經驗就是 他是一檔個股多空的分水嶺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有講 剛才第一段有講 這個小孩子3歲 這個定一生 對所以個股也是一樣 第一季Q1能夠決定他後面 未來的一個相對的漲幅 以及營收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就從3月份營收 去觀察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般的認知就是3月份營收好 那應該要漲 營收好應該要大漲 這很合理 對很合理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最近台北股市有個現象 第一個因為真的機息很高 就2萬0600 2萬0700 2萬0800 這個機息很高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會發生所謂的利多出境的情況 對比如說我舉兩個例子 比如說像 偽創跟這個所謂的技嘉 我們就講技嘉好了 技嘉的營收 月營收年增率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結果股價反而是 漲了一天之後連續 三天的一個下跌 欸真的欸 你知道那個技嘉很多人問我說 欸這個線型很漂亮可不可以買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們 真的 因為大家 這個時候 大家就很納悶啊 欸難道我們照著教科書上面所寫的 難道不OK嗎 對不對 他就像個好學生一樣拿著書卷獎 對不對 校長獎 那這應該以後也是好老公囉 對沒錯 結果就離婚了 對離婚 你可能要有這個 這個10年 20年長期抗戰 這種可能 因為他 短期上面來講 就是因為台股畢竟未接高 就是會反映這樣的現象 所以應該是不是講說 即便是3月營收好 你還是要再加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條件進來 對 才能確保這個3月好的這個營收數字 能夠讓他股價許多 對我覺得可以再搭 搭配一個技術名 你可能要在10日均線以上的股票 OK 然後10日均線向上的 這個就是強勢多頭的股票 然後營收又好才會漲 這個是一個重點 所以接著說 未來的展望這件事情 對不對 比較重要 所以營收公告 現行強勢 代表大家對他未來還是看好 不過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節目講這個 那就沒什麼 台股 台股怪談 就是要講的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 這個中國有鬼 外國有鬼 我們今天來聊鬼故事 鬼故事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鬼故事是說 為什麼營收不好 股價才漲 這真的是見鬼 那這個最好的例子 就像這個2363的系統 系統 對這一檔股股就是一個 最飆飆準準的例子 這3月營收表現不太OK 可是股價的一個表現 其實我們可以來做個對照 好 各位 這個漲幅真的很驚人 很誇張 對這個 我就舉個例子 我想 陳燕教授這個桃李滿天下 是 很多的學生 就像有一個 不太讀書的學生 大家都覺得說 你一定考不好 結果 不止給我考上建中 還考上台大醫科 結果是學霸 最後還當上總統 沒有這個後面是我隨便亂接的 沒有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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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不代表本台立場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 第二季的台股不一樣了 第一季大家想 你好學生表現好 就應該要漲 可是第二季 有點反股 反股 反股就像我們節目 台股怪談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那當然我想 投資朋友都希望說 有沒有什麼樣 相對的股票 因為這一檔已經漲上來了 所以我們當然是說 用系統 讓大家去了解 對 這樣的一個情境 好 那當然我們 接下來要請問問老師 因為 坦白講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 為了做這個節目 我們用心到什麼程度 我們 都必須 提早跟這個 我們的來賓做一個 這個會前會 就是說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節目要講的東西 而且 基本上不讓我滿意 其實我基本上 我就是換來賓了 對不對 那所以魏遠老師 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營收這個點 我一開始還說 你別說的 那有可能 營收好才會漲 那你當然 利多出鏡 他就跌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怎麼可能會有 營收不好會漲 他就舉了系統 那當然 如果這是一個機會 總共 還有幾檔股票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對 我覺得還有六檔的股票 我特別真的 這段時間 為了再要來上這個 台湖怪談的節目 我特別在3月份營收 全部公告完畢之後 趕快去找 我特別去找誰 找營收表現不好 唉唷 我都跟別人找不一樣 大家都去看營收表現好的 我去看營收表現不好 對 我也是我到 我到這個夜店 我都找一個人坐在酒吧的那種 你都找比較辣的那種 對 坐在哪個角落都沒關係 比較辣 對 好 所以呢 我就看了 欸 這個有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 營收表現不好 股價反而大漲 那當然就搭配我們剛剛講的 所以你是 這兩個條件 就營收不好但是股價漲 股價漲 或者是不跌 不跌 因為一般來講應該會出現 所謂的那種跳空 利空下跌 但是你現在 就上面這四個字 叫利空不跌 好我們趕快 舉個 從第一檔開始 對 第一檔開始的話 那其實我們跟各位講裡面喔 這個 跟大家分享的六檔股票 其中有一檔 我們也可以 跟大家講這個機器人相關的一個類股 那機器人相關類股的話裡面 大家都想要說這一波像這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 所羅門啊 這股價表現也是 相當的強悍啊 也是表現得很誇張啊 一口氣漲幅也是相當的驚人 所以機器人這個產業 當然它會跟AI 成為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雙主流的部分 那我覺得說 以裡面的一個狀況上面來看的話 當然我講 三月份營收 表現不佳 但是呢 反而呈現利空不跌 那我再加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技術面的部分 它能夠佔上 短期的十日均線 那就代表說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 轉強的一個訊號 因為我們去想 接下來在整個第二季的一個行情 甚至下半年的一個行情上面來講 大家都擔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會不會太高 然後會有這個所謂回檔的風險 我想大家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選股票 可能要選擇幾個 第一個 可能位階比較低的 位階低 對或者是本益比 相對來講比較低的 那我再加一個 對 營收低 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要不一樣 為什麼你營收表現不好 反而呢 怕等手鼓電動用 這樣的一個行情之下 因為 營收表現不好 通常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幾乎都在低機器 因為前面 對前面已經反映過 就是說 他們最壞的狀況 已經過去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key point 它是一個重點 最壞的狀況就過去 那也就是說 好像車子開開開開 要開到這個隧道的鏡頭 要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光 對要看到這個曙光 所以我覺得 而且呢 他們的產業面要對 我們剛才一開始有講 就是說我們當然是以AI 為一個最主要的一個主軸 然後呢 AI裡面有很多次產業 你講那麼久 你還沒講到 那到底是他幾個產業 對不對 我的胃口 你掉我胃口已經掉太久了 好啦就是 好直接講 像記憶體 像機殼 機器人散熱 等等 然後還有鏡頭 對這些 通通都跟AI 做一個非常直接的相關 所以我覺得 這份資料的話 我覺得應該 不會輸給誰 不會輸給亞翔跟銀館 不會輸給亞翔跟銀館 我覺得這一波的行情上面來講 因為我覺得 可能很多的投資人 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錯過了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但是接下來來講 我覺得在台積電 其實我們剛才台積電 特別是台積電法縮會之前 這些股票有機會反應 因為其實裡面漏了一個 裡面也有台積電相關供應鏈 所以呢 從這裡面上面去看的話 我覺得這些相關的個股 都非常值得投資朋友 才做一個 列為自己的一個次選股 然後呢 先把這份資料 先拿到手上 然後呢 接下來在下個禮拜 可以陸陸續續 留一座布局 所以你就譬如說像系統 對 它的營收其實就表現不怎麼樣 不是很漂亮 可是過去我們的理解是 營收表現不怎麼樣 代表 未來不怎麼樣 就沒想到股價就 持續的往上飆 持續往上大漲 所以照這個邏輯 我們去 看到說 剛才你講到的 譬如說記憶體 機殼 還有這個散熱 散熱 等等 為什麼這裡面有些股票 它三月營收出來不怎麼樣 可是股價不跌 所以重點是不是在未來 第二季 甚至下半年 它會有很好的一個 這個產業的展望 是的 沒錯 我覺得這樣子來看的話 畢竟 台股有個慣性 就是說每一季漲的股票會不一樣 而第一季可能大家看 漲紅海 漲這個廣搭 對不對 可是第二季的主角 開始慢慢慢慢的 就是要換人了 我們會看到說 怎麼開始漲系統 漲這樣的股票 所以我們從第二季的表現 可以知道 機器相對低 利空不跌的 就很有可能會是 第二季的主角 好當然因為這份資料 整理的非常的完整 我們也希望說 跟我們的節目的粉絲 一起來分享 那當然如果 呃 持續有認真去閱讀 我們資料的粉絲 其實都 能夠感受到 我們節目的誠意 跟來賓的一個認真 好不好 那記得加文元老師 like 小老鼠 MOR1888 然後輸入什麼 這個Q2 Q2 Q2就是第二季的意思 沒錯 那Q3呢 Q3我們會再準備 更棒的標的 那3Q呢 就是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